像畫一樣的女子走在這個街頭上面 非常的漂亮 兩個顏色讓大家看 這個顯瘦的地方是在下擺的圓弧造型 然後有西裝褲當然不外褲就一定要有西裝外套囉 然後這樣搭起來也非常的好看 我真心覺得這兩款是要搶購的 Hi 大家好 又到了新品介紹的時間了 然後這次又來到了大家非常喜歡的浪漫小系列 然後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喜歡這種單品 然後我們其實也聽到大家的心聲了 所以之後會有越來越多這樣子的商品款式出現在PALO裡面 然後大家不要忘記了一定要Follow我們喔 那回到這次的新品主題上面是Paris I Love You 就是很像是跟我們一起把場景拉回到法國巴黎 因為現在不能出國 所以我們就是把衣服把拍攝把它變成有點小巴黎的感覺 那這樣小巴黎的感覺其實不外乎就是有微風 然後有咖啡香味 然後讓你像畫一樣的女子走在這個街頭上面 然後覺得說哇很浪漫的樣子 然後這就是這次新品想要帶給大家的不同感受喔 那像畫一樣的女子其實就不外乎是有一點點荷葉的元素 然後給一些浪漫的花朵 然後就像我身上這一款 這是大家最愛的甜美洋裝 短洋裝的長度 所以其實穿上去的話 其實露出腿的部分其實蠻多的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說皮膩看起來會不會不好 然後我給大家細看一下這一款的細節 當領設計的 然後它是雪紡布料 微微的抽皺感覺 這邊皺褶感 這邊 然後它是稍微比較透一點點的 但是大家也不用擔心 因為在這邊就是上身跟下身的地方都有做內淋的設計 然後我覺得這件很可愛的地方是它的袖子 是可以自己擋蝴蝶結的 可以依照我手臂的快樂去做蝴蝶結的調整 綁繩的調整喔 然後我覺得很喜歡它這一款 前面是Vinny然後它有一點抽皺的樣子 然後我身上穿的這個是S號 胸跟腰是稍微比較合身一點點的 除了我身上這個粉紅色我覺得是女生一定會喜歡的顏色之外 還推出了這種比較很夏天的這種藍色配黃色的夏天花朵感覺 那這兩個顏色我覺得穿起來感受不太一樣 這兩種穿起來的風格我覺得稍微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然後一樣給大家看一下它的這種面料感覺 跟前面的這個抽皺 然後它在腰的這邊有做這種壓折 在腰部還有做一個小設計 就是它做了一個綁繩 然後如果你覺得太寬鬆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稍微綁緊一點點 然後就會有腰身的感受喔 就是腿看起來更長了 兩個顏色讓大家看 其實如果要走在巴黎街頭上我覺得要有一件單品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西裝褲 然後我手上這件西裝褲呢 它是這種西裝然後雪紡材質的 給大家近看一下它的面料 這邊有看到它的那個斜紋感受嗎 然後它的布料我覺得非常舒服 就是它是有點垂垂感然後又有點聽度的 所以你穿上去的時候 會覺得這個布料會把你的腿型塑造的更完美 這個長度呢它就是正常的長度 158公分穿起來就是大概到我的腳踝地方 這款特色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一點 就是後面的鬆緊大腰頭 然後因為只要是鬆緊大腰頭的話 穿起來都會非常的舒適 這邊 然後這邊在後面臀型上面其實也會修飾到 就是讓你的腿型看起來的更順更漂亮 大家看一下 它還有這種藍色跟最百大的黑色 那我自己覺得我每次都會說 黑色就是最新的時候一定要買黑色 但是如果你想要搭配不一樣感受的話 我覺得其實這個藍色非常漂亮 然後現在我來推薦這件主打的西裝褲 它可以搭配這檔的什麼樣的商品呢 然後有西裝褲當然不外敷就一定要有西裝外套囉 你看這件西裝外套這樣子同色系的 搭起來就非常的有奶油感覺 因為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歡那種 巧清新舒服的感覺 細看它其實是這種隔紋千鳥隔紋的圖案喔 然後它有做小小的墊墊 這款穿起來我覺得非常好看 然後就跟西裝褲搭一套 我覺得就是完美 就是你要去上班族 或者你真的很想詮釋一個 在走在法國街頭的女生裡面 就是搭一件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針織背心 給大家看一下 搭了橘色 然後就這樣紅色 我覺得很好看耶 而且這一套奶油的套裝 我自己稱呼它可以買一整套 然後你可以搭這種亮色系 或者不會錯的黑白色 其實都能OK 它其實它的長度是可以遮屁股的 如果你穿著西裝褲或你搭短裙 像我身上這個短裙 你都可以把屁股就是骨架大的地方遮住 我覺得這款非常的推薦大家 然後剛剛介紹的這一款 針織背心啊 這個它是前後面都是做V0的設計 它的V就是在深V的地方 我覺得是露一點點小乳溝 但是是非常漂亮小性感的造型 然後這樣搭起來也非常的好看 但是橘色其實今年大家好像也蠻喜歡的 只要有橘色系的單品都馬上都會被先搶光 然後接下來法國是不是還有一個元素 就是襯衫 那襯衫其實這次的檔期裡面也出了蠻多款不同的襯衫 看起來其實它看起來非常的正常 但它其實有一些小細節的設計 然後它一樣也是搭配子 因為我覺得奶油色搭任何就是 有點淡淡的舒服的顏色都非常的好看 然後我來介紹一下這款襯衫 它的版型是寬重一點點 然後袖子是有可愛的泡泡袖在這邊 然後它正面是前短後長 然後背面是有做一個小小的開叉 很可愛 然後這個線呢 女士可以開叉開出來的時候 就是露一點點綁結 就很可愛 它其實是有玄機的一款襯衫 非常可愛 然後它的材質就是100%的綿 然後穿起來非常的舒服 這個藍色我覺得超美的耶 接下來我要介紹一個主打款 主打新 登登 方領的Botop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它的正面 長這個樣子 然後背面是美背設計 我發現大家其實很喜歡美背設計耶 其實就是你穿了厚領比較低的衣服 其實完全不會露到它的肩帶 就非常漂亮 而且這款是我覺得一定可以單穿都沒有問題 非常好看 就適合外搭的Botop 它的肩帶的寬度給大家看一下 這種感覺就是它不會到太寬 然後我覺得它這樣是可以修飾到我們的 就是肩膀的線條 然後它一樣是上薄下薄的一片是胸墊 就跟之前POWER 熱賣的很多款式都一樣 就是有胸墊然後可以自行更換 所以你也可以自己換上你自己喜歡的胸墊的樣式 這款總共有五個顏色 我手上拿的這個藍色 我覺得它是非常適合巴黎感覺的穿搭的顏色 然後另外呢還有四個基本色 就是黑色白色奶茶色 就是每次可能Botty就是必出的這幾色 因為這幾色就是非常的好搭 你搭任何黑色啊或者是淺色的下半身都不會出錯的 除了顏色的介紹之外呢 我覺得我想講一下它的下擺 它是做這種寬的 所以你不會覺得非常肌肉 你穿起來你會覺得說哇被包覆住的感覺 這樣 它一樣是美國棉萊卡的材質 所以穿起來的話就是彈性非常的好 然後也非常的包覆非常的舒服 那接下來我就要來介紹我身上這一款 我挑選出來我覺得很喜歡的單品 然後就是身上這一款 有點法式宮廷袖的上衣 然後這件上衣它也是有點雪綁棉麻材質的 然後你看一下它的這種這邊袖子的設計 就非常的漂亮 那它一樣就是保留了方領 就是法式小方領的感覺 然後在這邊 胸前的這個領形上面 它是做有鬆緊帶 所以穿起來非常的舒服 然後它側邊是有 這邊側邊是有拉鍊的 所以你可以打開穿著就是很方便 對然後我自己覺得它的這個顯瘦地方 是在它的這邊下擺的這個圓弧造型 它是做小開曬的小小圓弧 所以穿起來的話我覺得 腿看起來更長的感覺 然後像上身看起來短一點 所以你比例看起來就會非常的好 然後這個袖子呢 它的這個拋袖我非常的喜歡 它是做很很 就大大膨膨 但是我覺得它不會胖 它穿起來是顯瘦的袖子 這個寬版我覺得非常的好看 就是很有法式感 這件我覺得搭牛仔 淺藍色牛仔寬褲也非常的好看 總共有三個顏色 除了我身上的白色我覺得是最百搭之外 還有大家最喜歡的粉色 這邊 袖子在這邊 哇這袖子非常的美 這款我相信應該是大家非常喜歡的 這款也是氣化一直說一定要推這一款 因為這款太美了 對那這款我覺得喜歡莉莉的女孩 應該也會喜歡它喔 再來是我身上這條裙子 我身上這件短裙呢 就是我穿的現在穿的是S號 很合身 然後如果跟我身型差不多的話 建議買S號 那這款裙子我覺得它很好的地方是 穿起來我的腿看起來超長 我身上的奶油色之外呢 還有這個灰色 這個很有氣質的淺灰色 正面它是可以開的扣子 然後重點它裡面非常貼心 附了安全鋪 所以你穿起來就完全不用怕曝光欸 然後除了這樣之外 它的前面口袋還是可以真的可以使用的喔 然後它在背面的地方 它一樣有做這種顯瘦的剪裁設計 所以穿起來你的腰就會看起來很服貼 然後建議大家就是依照自己 平常買下半身的尺寸去選擇就可以了 我找到了一款我覺得有下週必買的一整套 因為我覺得這款就是 泛國女生它其實除了天美之外 他們最擅長的其實就是MIFE 就是很中性的單品在身上 它會用荷葉或用碎花搭牛仔褲 就是混搭的感覺 我身上這件才是重點喔 就大家最愛的 就是那種透肌感的點點 小點點上衣 然後這款是短袖的 然後我就把它這樣搭了一整套 我覺得非常的好看 就是有點露出肌膚的感覺 然後跟大家說 這個款式有加入兩件598的活動 它總共有三個顏色 有這種很美的灰藍色 然後還有基本的黑色 有看到這個點點嗎 這個點點很美 這兩色是我覺得 哇 會購買的 你也兩路598 那這就可以買這兩色 這邊又有大家最喜歡的QQ邊 在領口的地方跟袖子 還有下擺 然後它的衣長做的是比較正常 再長一點點 所以你其實可以把它紮進去裡面 或者是你把它放出來也可以 放出來我覺得搭牛仔櫃OK 或者你綁一個結 其他其實也可以 然後我覺得到了在秋天一點的時候 你可以搭細肩的洋裝在外面 我覺得非常的漂亮 給大家細看一下它的這個透肌感覺 灰藍色的話就是像這個樣子 這種感覺 質感非常的好 然後我身上這件是杏色 我覺得也非常的美 然後除了這個短袖的款式之外呢 另外一款也是加入598活動 就是這個 有點斷面的V0系肩上衣 這款商品非常的漂亮 它就是斷面的背心 因為它會有一點微微的光澤感 所以非常的美 我覺得感覺是很有氣質的 配個草帽就非常的好看 它的肩帶是這種 細的肩帶 圓的肩帶 微微的彈性 對 然後在這邊 它的V0我覺得做的也是非常的漂亮 這款我覺得它穿起來也有遮腹乳的效果 然後它其實像我這樣搭這種西裝套裝 然後在裡面露出一個細肩帶 我覺得也是很好看 跟我現在身上這種感覺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我身上這樣子穿起來好像比較稍微的甜美一點點 然後這個穿起來就會稍微再有自信一點點的感覺 然後這兩款都是有2598的活動 我真心覺得這兩款是要搶購的 嗯 然後接下來我要來介紹 痴心拉出來我覺得要介紹給大家的洋裝 因為我最喜歡穿的就是洋裝 有我覺得說 哇這穿起來好看 那我就覺得這款就是非常方便的 因為洋裝就是一套就可以出門了 然後像我身上這款也是有油化感的 細肩長洋裝 然後你看一下它的 這種真的是比剛剛那個花朵 然後再更油化感一點點 然後也是很符合巴黎的感覺 就是這次巴黎的企劃就是有點浪漫的風格 前面有點U領的 圓領的 然後背面是平的 然後我一樣搭配了剛剛這個 透肌點點的上衣 我覺得就非常的好看 你要搭素色也可以 然後這款總共有兩個顏色 就是我身上這個 黃色系跟這個綠色系 這個綠色裡面還有一點芋頭的紫色 我覺得非常的有氣質 然後我覺得單穿也可以 就是如果你是敢露手臂的女生 我覺得就建議你直接單穿會非常的好看 然後配一個帽子 這樣 是不是很有度假感 好像可以去喝咖啡的感覺 嗯 好 那除了我手上的這個長洋裝 它的長度之外 我還有挑選另外兩款 也都是長洋 這個長度 然後跟這個長度 都是細肩的 還有這個都是長洋 然後我來介紹一下這兩款長洋的差別 我手上這一件 它更長 然後它的布料是這種 就是有點格紋皺皺的感覺 我覺得非常的有質感耶 這邊 今天的地方是可以自己綁截的 就可以自己調整長度 然後有做一點高腰的造型 然後下面就全部都是曲板 然後這些是屬於穿起來 比我身上這款更寬鬆一點 然後下白是有閃狀的 然後它的有內裡 它背面也非常的好看 就做平的 就是也會有美背的效果 這件我非常推薦 我很喜歡 再來呢 就是白色的洋裝 就是非常的公主風的 很久沒出這種款式了 這款式我覺得必收耶 因為我那天在看Model拍攝的型樣罩 我覺得哇太美了 真的好大事喔 這個給大家看它的花 鏤空的花朵 這個是大家最喜歡的這種 就是鏤空花的布料 這次的這款洋裝 也是做了方領的設計 有宮廷風的袖子造型 然後它在這邊前排的扣子上 有做了一點點小裝飾 它是不可以拆的 它是做固定的 腰的部分是做抽繩 這個抽繩你可以左右去控制你的 就是腰圍的寬度 然後你也可以綁個結 看起來更漂亮 給大家看一下下本還有荷葉 非常的美 然後它也是做有點公主秀的設計 這個款式我覺得很設計 像婚禮啊 或是你有一些就是比較重要的場合 都可以穿著 好 然後我覺得我還要再介紹 這首巴黎企劃的主題梯 這裡 你看看它寫的英文字就是告訴我們 巴黎就像夜晚的星星一樣 在那邊閃耀著巴黎 對女生來說 對時髦的風格來說 跟生活態度來說 是很重要的一個城市 對 然後我們就出了這款巴黎T 然後它總共有兩個顏色喔 就是有白色跟甜性色 白色是配黑色的文字 然後甜性色是配有點暗紅色 其實也非常巴黎的感覺 然後它的版型是正常版型 然後是使用美國棉的鋪略 就是大家最喜歡的美國棉材質 然後這款單品 其實還可以怎麼搭配 我幫大家選出了下半身 下週一的下半身其實有點多 多到我覺得 好難選 每一款都好好看喔 該怎麼辦 幫大家選出了就是三款裙子 有我手上的這款牛仔長裙 今天介紹的這個長裙 它幾乎都是零過小腿的長度 所以就可以遮住你的蘿蔔腿 就是你怕腿型不好看的話 選擇這種長裙 就是最不會出錯的 然後像這款它是比較屬於 輕薄的牛仔布料 然後它的扣子在側面 這邊 側側 然後到這邊有做開叉的設計 另外一款是棉麻裙 然後也是幫大家這樣子 奶油色的上衣配白色也是非常的好看 然後大家細看一下這件棉麻裙 長度跟剛剛那件差不多 但是它正面開叉 有點斜角的開叉 這邊 然後它背面很貼心 做的是鬆緊帶的設計 一樣有口袋喔 然後這款是屬於比較厚的 棉麻的布料 所以穿起來是稍微挺一點點 我覺得不會貼肉 就是這樣子搭 白色的裙子搭 米色的上衣非常的可愛 再來 就是針織裙 幫大家選了一個這個奶茶色的針織裙 這個針織裙呢它的側邊 綁帶做在側邊 然後是可以自己調節 就是腰的鬆緊度的 這邊我覺得非常的好看 在這個綁身的地方 然後它在背面的地方也有做 後開叉這裡 然後我覺得都做那麼多開叉是為什麼 因為法國女生很喜歡那種 就是微微露出小腿的感覺 然後這樣搭起來也非常的好看喔 然後除了裙子之外呢 還有褲子 褲子除了前面介紹的西裝褲之外 還有這個千鳥格的小直筒褲 給大家往後看一下它的全貌 是講這樣子 它的版型做得非常的好 非常好看 任何身形都可以 然後一樣也是有做後鬆緊帶的設計 然後這個口袋是不能使用的喔 但是這邊正面的口袋是可以的喔 然後很可愛的是它的側面 有做一個小開叉在褲腳的地方 褲腳的地方做開叉 其實會讓你的腳踝看起來的更 更有腳踝 因為只要有看起來有腳踝的話 就看起來會非常的瘦 對 然後這款它一樣是可以搭這件奶油色的上衣 這樣搭在一起就非常的好看 這個款式我也覺得很好 跟剛剛的西裝褲它好像也可以搭配在一起喔 然後因為其實法國的圖案其實都是這種 小千鳥格或格紋啊 碎花 給大家看一下兩個格紋的比較 是不同的千鳥格 但是它的素材其實有點不一樣 就是面料摸起來的感覺 其實是不同的喔 最後衣服我都介紹完了 我想要來介紹我身上的項鍊配件類 然後這次的飾品像這一款 它是做珍珠的系列的珍珠 它一樣也有金色跟銀色喔 然後我現在戴的都是金色的 它的珍珠是這種就是 有點小不規則形狀的 然後一樣有繩子可以調整 然後在項鍊部分也是同一組的 所以你可以買一組回去搭配 我覺得非常的好看 那最後呢 我就還要再介紹一個小物件 這個小物件我覺得可以讓髮型整個大加分 會非常有髮式感覺 就是我頭上的這個蝴蝶結 這個都有兩用造型 然後是點點 點點的元素其實也是非常的髮式喔 給大家看一下 總共有三個顏色 就是我頭上的那種 就是有點復古的紅花色之外呢 還有牛奶糖的顏色跟基本的黑色 然後小便已經幫大家綁了一個 這個是放下來的樣子 然後這個是綁起來綁成蝴蝶結的樣式 就是會稍微比較短一點 但是它其實還可以拆掉喔 你看看它就是一個大長圈 配一個髮帶 非常的實用 就是你可以把它分開在不同的地方使用喔 我覺得就是穿白色洋裝 配牛仔褲啊 或者是像一般你穿的襯衫 然後有使用到一個髮帶的時候 不管是綁住頭 或者是綁麻尾都會非常的好看喔 那今天介紹了這麼多 有點法國元素的單品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其實就很像 在歐洲裡面走在巴黎的街道 像在魯浮宮的這種油畫感覺的 洋裝 然後蕾絲 然後跟一些荷葉邊的單品 然後希望大家都會喜歡喔 然後不要忘了每週一早上10點 新品上架 然後持續follow我們的 youtube 然後IG跟FB 那希望PALO可以成為大家生活中的美好配件喔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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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